打到頭盔了 糟糕 但現在要看這個 這個是我們從曼聰明再看一下 這個變化球 打在帽子的前緣 打在帽子前緣或許現在有一點暈眩 但是不是直接打到頭的話 還好不是直接打到頭 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打到帽子的這個前緣 然後帽子轉了一圈 會有那種共鳴聲 整個聲音一直會在耳朵附近繞來繞去的感覺 現場是給姚冠偉掌聲 就包括樂店沒有大礙 因為真的好家在的地方是沒有直接打到頭 給姚冠偉 時間讓他清醒一下 不幸中的大幸真的沒有直接打到臉 這是不希望看到的 為什麼打棒球一定要有安全覆蓋 對 甚至在之前就是嚴格規定三類 現在也是啦 就是一定要戴那種硬的帽子 揮棒落空 再見三陣 所以最終比賽結束 客隊富邦和將 是用這個投手的一個完美壓制 最終的比數是2比0 我們也恭喜客隊獲勝